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日前推出iPhone 15系列,苹果预计将在印度智慧型手机销量中获得更大份额。 其中,高阶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机型的出货量将占更多份额。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分享的数据,预计7月至12月,苹果iPhone将占该国智慧型手机销量的7%,高于2023年上半年的5%。 在其旗舰设备销量下降的情况下,苹果一直将印度视为其下一个主要增长动力。 在中国需求疲软和监管压力的情况下,其供应商也一直在加大在印度地区的制造业务。 苹果最新上市的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机型在印度的发货时间一直延迟到10月底,这与中国和美国的趋势类似。 Counterpoint预计,第四季度,这些Pro机型将占印度iPhone 15系列总出货量的25%,比上一代高阶机型同比增长4%。 IDC研究总监Navilo Popol表示,印度高阶智慧型手机占整体智慧型手机的市场份额已从2019年的0.8%大幅攀升至2023上半年的6.1%,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苹果的成功。 IDC数据显示,苹果是印度800美元以上智慧型手机市场的最大参与者。 2023上半年占据67%的份额,三星占该细分市场的31%。 苹果今年早些时候在印度开设了两家旗舰店,CEO库克在今年8月表示,该公司6月季度在印度的收入创下了纪录。 然而,苹果在印度将要实现与其主要市场相当的销售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摩根士丹利在9月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估计,苹果在印度的收入约为中国的一半。 另外,苹果的iPhone 15系列,其中的iPhone 15 Pro Max型号是这次苹果唯一一款涨价100美元的机型。 这一状况给三星带来了巨大压力,要求在2024年初提供具有竞争力的Galaxy S24系列, 但这只有在该公司取消某些功能升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成。 市场传言指出,现在各项降低成本的消息甚嚣沉上。 三星可能为了降低即将推出的Galaxy S24 Ultra成本,采用了最糟糕的方式, 那就是在公司于2024年的旗舰产品中使用更小的散热片, 因此可能会影响到其所搭载的高通骁龙8 Gen3晶片的多核性能。 先前有消息指出,三星即将推出的Galaxy S24 Ultra所搭载的骁龙8 Gen3晶片, 在Geekbench 6多核跑分测试中拿下7400分, 领先于苹果最新300米制程A17 Pro晶片的7199分。 不过,根据市场传言指出,由于缺乏有效的散热解决方案, 高通骁龙8 Gen3在Galaxy S24 Ultra上可能容易出现过热问题, 这也将使得其多核性能下滑5%至6%。 事实上,三星Galaxy S24 Ultra降低成本的决定, 虽然不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但是,三星在这件事上似乎别无选择。 因为,之前已经有消息传出, 搭载在Galaxy S24 Ultra上的骁龙8 Gen3晶片成本较上一代的骁龙8 Gen2更高, 其每颗晶片的预估价格达到160美元。 就因为较高的处理器成本, 使得三星决定, 通过减少用于散热片的方式来平衡成本, 并提高利润。 然而,另一份报告称, 三星打算从Galaxy S24 Ultra中取消10倍光学变焦镜头, 改用5倍变焦镜头, 与减少使用散热片都是同样基于成本因素, 这代表该款可能会出现更多与成本妥协的情况。 不过, 这样的传言尚未获得官方的证实。 与此同时, 韩国Gamaling Burst放出了一份高通内部资料, 虽然大部分关键讯息都打了马, 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高通未来代工合作的意向。 其中, 不少人最关心的一点在于, 高通正在考察三星SF2P工艺, 不过下下款产品, 骁龙8正式确认将基于台积电N3E工艺打造。 首先是, 三星4LPP加工艺已流片, 结合之前的爆料推测是S5E9945的Exynos 2400。 仅从这些资料来看, 很难判断这枚晶片, 究竟是大规模更新, 还是小到足以成为挤牙膏的更新。 但目前看来, 大概率只是一般的客制化改进产品。 从工期来看, 新平台将包括Skrips 920, 因此尚不清楚, 该定制是指Skrips 920还是后级产品。 不出意外的话, 三星2024年的目标便是Exynos 2400, 而接下来的两款产品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框架, 目前正在开发中。 三星半导体客户包括特斯拉、英特尔、 谷歌、索尼等等。 三星的哈曼、哈尔曼、中阶SOC项目正在进行中。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关于Meta、英特尔和AMD的讯息。 从资料来看, Meta似乎正在开发自己的VRVR GPU方案。 英特尔方面则是关于Panther Lake C3 LPG的一些老调重谈, 但也验证了之前的一些爆料。 在基于XE3的产品中, HPG似乎是Celestial。 此外, AMD似乎正在考虑为下一代索尼、 PlayStation微软、Xbox游戏机提供多代晶片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也有关于此前传闻中任天堂新机器会采用的英伟达T239晶片。 不过,T239可以说是相当老的平台了。 虽然这并不能证实下一代Switch将采用该平台, 但至少证实了T239的存在。 最后重磅的是, 高通骁龙8 Gen3除了台积电4nm, 版本外还有3nm。 版本,其Cortex-X4、Cortex-A720将采用4nm、3nm工艺打造, 具体细节不明, 可能是在为SM8475这样的改良版做准备。 目前来看, 台积电N3E已经接近量产了, 而N3P现在正处于IP开发阶段, 所以很难指望N3P能在2025年上市, 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所以,高通对于旗舰AP工艺的部署也浮出水面, 骁龙8 Gen3采用N4P, 骁龙8 Gen4采用N3E, 骁龙8 Gen5采用N3P, 最后未来某个世代才有可能采用三星SF2P。 外媒估算同期Exynos工艺2024年的SF4P, 2025年的SF3P, 2026年的SF2。 因此, 2026年骁龙SoC在工艺上将落后于Exynos。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